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5月11日 祖祭恭候西维尔 周五凌晨 欧洲联准决赛首回和同时打响二场 其中祖云达斯将坐镇主场迎接西维尔的挑战 祖祭近期联摘胜果 球队状态持续回暖 再加上坐拥主场之力 就算西维尔堪称该向赛事的王者 祖祭近战也能够立保主场不失 从经界欧冠联降级下来 祖祭在欧洲连一路顺风顺水 从附加赛至今 他们录得四胜二和保持不败 得失球为9比2 球队攻守发挥均衡 要知道祖祭面对的都是南特 费雷宝以及士厄亭这些五大联赛队伍 以及普超强队 他们的晋级让人心服口服 由于祖祭在国内赛事中都无援夺冠 他们经济唯一可以争取问鼎的谨慎欧洲联 并且班马军团已经杀到准决赛 距离决赛仅一步之遥 值得一提的是 祖祭在欧洲连历史上曾经四次杀入决赛 最终三次夺冠 鉴于他们队史还是欧冠联场客 球队的欧战经验应该不用担心 此外 凭借前锋杜新华和玉的联场入球 祖祭近期喜获联赛两联胜夹击 他们目前稳居积分榜前四集团 球队接下来可以全力备战欧洲联 即使此番迎战的是来势汹汹的西维尔 祖祭也无惧对手来袭 阵容方面 后卫马迪亚迪斯基利奥与前锋卡奥佐治等人因伤缺症 众所周知 西维尔是欧洲联历史上最为成功者 他们总共六次杀入决赛兼且全部夺冠 最近一次就在2020年 球队在该项赛中具备统治力 过去两个赛季 西维尔一次是参加欧冠联 止步于16强 另一次是止步于欧洲联16强 上届 当时球队是在加时赛中被淘汰 他们经界卷土重来当然想重新问鼎 要知道最近六丈各项赛事 西维尔赢下五场 由素夫恩尼斯里和卢卡斯奥干波斯 这两位攻击手在此期间各自都不止一次建功立业 球队在进攻端多点开花 此役必定会让阻击后防线承受压力 唯一让人担忧的是 在经界欧洲联从附加赛开始 西维尔三次做客一胜难球 战机只有一合二负 两次遭到对手零封 球队在他人地盘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何况此行挑战的是一甲豪门阻迹 西维尔首回合还是应该以全身而退为首要目标 阵容方面后卫马高斯塔斯拿与中场杰西斯哥朗拿等人均不同原因无缘参赛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